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上海光纪署的韩孙孙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课题所关于光学成像方面的一些研究进展 我们知道光学成像是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 从宇宙深处早期宇宙的壮丽景象 到细胞内部蛋白质的相互作用 和折叠的构像变化 光学成像技术的进步 不断加深着我们对自然和生命过程的理解 也记录着我们日常的喜怒哀乐 进入信息和量子时代以后 光学成像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知道早期 传统的光学成像是所谓的单光子成像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一次有效的光学成像的信息获取 我们最少可以有一个光子就可以了 但是近三十年左右 多光子成像或者双光子成像 开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次测量呢 一次光学成像呢 最少必须要有两个光子 我们课题主呢 主要是从事双光子成像这方面的研究 也叫强度关联成像的研究 目前我们课题主的研究工作呢 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呢是双光子成像 它的理论构建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强度关联成像或者双光子成像呢 它是一种计算成像的模式 那么在传统的光学成像中呢 它成像的分辨率是基于我们的测量精度的 那么对于这种计算光学成像的模式呢 它的成像分辨率呢 是取决于我们获取的信息 那么在这种计算成像的模式下 如何界定或者定量的描述 一个成像系统的分辨率 那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解决了这个成像系统分辨率的理论描述以后呢 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 那么如何通过我们设计 我们复原图像的这个可靠性 优化我们的广场长络 那么我们的图像是 那么更有效地获取目标图像的信息 然后在我们获取了目标图像的信息 以后呢 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 如何利用最有效的最准确的算法 把这个图像呢 把这个图像呢给它复原出来 那么复原了图像以后呢 那么我们还要知道 我们复原图像的这个可靠性 或者它的自信度到底是多少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主要正在做的两件事情呢 一个是它的光学成像分辨率极限的定量描述 和这个图像复原的自信度的定量描述 那么有了这个强度关联成像雷达的理论架构以外呢 那么我们就要看它有什么应用 那么我们课题主做的首先的一个应用呢 就是强度关联成像雷达 我们知道传统的雷达呢 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的信息 但是强度关联成像雷达呢 它除了距离和方位信息以外 它还能直接获取目标的图像 那么我们课题主目前正在做的呢 是将相干探测技术 引入强度关联成像雷达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不光给出目标的图像 我们还希望给出目标的震动的空间分布的信息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对目标的受力和内部的载荷情况 获取目标更多的信息 我们的另外一项应用研究呢 是关于X光演射成像的研究 我们知道传统的X光演射成像技术呢 只能对晶体来进行结构分析 所以我们叫X光晶体演射 对一些非晶态的物质 比如说生物大分子啊 目前的X光演射成像应用的研究呢 主要是在同步辐射这一类大科学装置上进行的 那么将X光演射成像技术和强度关联成像技术相结合呢 就有可能在普通的台式的X光管的实验装置上呢 从事现在只能在同步辐射这种大装置上进行的 X光演射成像技术的研究 那么我们课题主目前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在普通的基于普通X光管的X光成像装置上 实现X光的分子演射成像研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和目前主流的冷冻电竞分子成像技术呢 实现很好的互补 获取更多的生物大分子的内部的结构信息 另外一项强度关联成像技术的应用研究呢 是和中科院上海高研院的王中阳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呢 合作开展的X光 合作开展的强度关联显微成像技术研究 那么目前的显微成像技术呢 它在成像速度上呢 就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那么将光学显微成像技术和强度关联成像技术结合起来呢 就有可能大大的提高显微成像的成像速度 那么对一些活细胞内部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呢 那么可以提供它的这个动态信息 那么实现目前的各类显微成像技术 所难以实现的高速显微成像功能 那么我们希望呢 这项技术呢 能够为我们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呢 提供更多的关于细胞内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的图像信息 总之 那么强度关联成像技术呢 它是一个多学和交叉的前沿研究方向 它涉及物理光学应用数学信息论论计算机等多项前沿科学 那么我们也希望那个有才华的青年的科学人员呢 多多关注这个领域 并且呢加入到这个很有希望和前景的前沿研究方向中来 谢谢大家